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秦岚盛赞赵丽颖,无功激性,观众喜爱 秦岚称赞赵丽颖为无功激性女演员,长相可爱亲和 赵丽颖因出演多部高人气电视剧,如《花千古》、《楚桥船》等,逐步成为内地一线女演员,备受观众喜爱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秦岚增在采访中说赵丽颖是没有功激性的女演员 秦岚表示,有些女演员过于美艳,对于许多女性观众来说是有功激性的 但是像赵丽颖这样的女生,长得没有公害的,圆圆的很可爱,男生女生都会喜欢 秦岚说自己特别喜欢赵丽颖这种类型的女生 赵丽颖有着清丽可爱的外貌和娃娃脸,五官柔和,眼睛淡而有神 这使得她在观众中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尤其是不管是年轻群体还是中老年观众群体中都极具人气 赵丽颖出生于河北狼房市的一个普通家庭,2006年通过选秀进入演艺圈 2011年,在出演古装巨星《环珠格格》中出演情儿,开始展露头角 为她后续接拍更多高人气电视剧,如《路贞传奇》、《山山来了》、《花千谷和楚桥传》等 奠定了基础,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内地的一线女演员 近年来,娱乐圈涌现了众多优秀的女演员 她们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还凭借个人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这些璀璨的明星中,赵丽颖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她以其真诚,努力和无可挑剔的演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而近日,秦岚在接受采访时对赵丽颖的高度评价 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位才华、横溢女演员的关注 秦岚在采访中称赵丽颖是一个没有攻击性的女演员 她用《无公害》这个词来形容赵丽颖 认为她的形象和气质让人感到亲切和放松 秦岚表示,赵丽颖的表演风格非常自然 她总是能够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不会让观众感到任何的不适 她的笑容和眼神都充满了温暖 这种特质在如今的娱乐圈中尤为珍贵 双引号 确实,赵丽颖自出道以来 一直以她那独特的温柔和亲和力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心 从花千古到楚乔传 再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她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 展现出不凡的演技 她的努力和敬业精神 也让她在圈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偶然 她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 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 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成长和挑战 正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和对演艺事业的执着 让她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 赵丽颖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她从不因为自己的人气而骄傲自满 而是始终谦逊待人 她关心剧组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演员 导演还是幕后工作人员 都对她赞誉有加 她的谦虚和善良使她成为大家眼中的邻家女孩 观众也因此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秦岚在采访中提到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的演技 更在于她的人品 她说 赵丽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她从不玩弄心机 也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 她的心地善良 总是愿意帮助身边的人 这样的赵丽颖 不仅是一个好演员 更是一个好朋友 这番话道出了赵丽颖的为人之道 也让人们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于观众来说 赵丽颖的每一次迎评 亮相都是一种享受 她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正能量 无论是勇敢坚强的楚桥 还是聪明伶俐的盛明兰 她都能将角色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她用心诠释每一个角色 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 赵丽颖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粉丝 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全球范围内播出 赢得了各国观众的喜爱 她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影展和时尚活动 展现了中国女演员的风采 在未来 赵丽颖还将继续挑战更多的角色 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作品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有梦想并未知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 正如秦岚所说 赵丽颖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演员 她的努力和坚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双引号 最后 我想对所有喜爱赵丽颖的观众说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她的支持和关注 正是你们的陪伴和鼓励 让赵丽颖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更加坚定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 也希望她能在演艺事业中不断突破自我 取得更大的成就 相信赵丽颖会用她的演技和魅力 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感动和惊喜 谢谢大家 王一博拒签风险协议 被电影公司再次拒绝 某位娱乐博主最近曝光了一则关于王一博的新闻 趁她再次被某电影公司拒绝了 据悉 拒绝她的原因是因为她被指与无垒争夺资源 并且拒绝签署风险协议 这引发了不少关注和猜测 尤其是在娱乐圈中被受关注的两位明星之间的争议 王一博被剧的背后原因据说是因为她不愿意签署风险协议 而这在当前电影行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在不少影视剧的拍摄过程中 演员都会签署风险协议 以应对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和意外情况 这一做法的背后是投资方对于剧组的资金保障和演员的责任担当 然而 对于一些明星而言 签署风险协议可能会涉及到他们个人利益和形象的考量 在这个案例中 王一博被指与吴磊争夺资源 这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资源的争夺在娱乐圈并不罕见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时候 明星们往往会争抢更多的资源来提升自己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而关于吴磊 他之前因为一些备受关注 在某次中 他因为某个活动而受伤 这也让他的粉丝们为他担心 另外 他主演的青三行也曾经因为各种原因备受争议 从男女主角抢翻位到男主角的 这部剧的拍摄过程一直都饱受争议 即便是在开播前 也传出了需要更换男主角的传闻 这都让这部剧备受关注 目前 吴磊正在传出参演的电影东极岛 而另一位男主角剧传是朱一龙 这也引发了不少猜测和讨论 尤其是两位明星的粉丝之间 粉丝们往往会为了自己偶像的利益而进行辩论和争执 而这也成为了近期娱乐圈的一大热点话题 然而 对于这些传闻和猜测 粉丝们仍然应该以官方的消息为准 不要被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所误导 毕竟娱乐圈的风云变幻莫测 只有等待官方的消息才能得知真相 在这个过程中 也希望粉丝们能够理性看待 不要为了自己的偶像而进行无意义的争吵和攻击 毕竟 偶像之间的竞争只是表面现象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和表现能力 近期娱乐圈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知名偶像 演员王毅博因拒绝与片方签署风险协议 再次被某电影公司拒绝 这一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开 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关注 风险协议是什么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风险协议 在电影行业中 风险协议通常指的是演员在拍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险 例如拍摄高难度动作场景 参与危险的特效镜头等 签署风险协议意味着演员同意承担这些风险 并在发生意外时 片方可以免责 对于许多演员来说 签署这样的协议是确保自身安全的一种保障 同时也是电影制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王一博的选择 王一博作为新生代偶像的代表之一 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备受瞩目 此次他选择拒签风险协议 可能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也可能是对片方提出的条款有不同的看法 这种选择无疑是勇敢且理性的 毕竟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保护自己的安全和权益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的反应 消息一经传出 立刻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有支持王一博的粉丝表示 支持王一博的决定 安全最重要 作为演员 虽然需要敬业 但也要有底线和原则 也有网友认为 在娱乐圈打拼 适当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拒签协议可能会影响职业发展 双方各执一词 讨论的热火朝天 行业内的看法 业内人士对此事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一些制片人和导演认为 签署风险协议是行业惯例 拒签可能会影响合作机会 而一些演员则表示理解王一博的选择 认为安全应当放在首位 这个事件也引发了 业内对风险协议和理性的反思和讨论 或许在未来会有更多 关于保障演员权益的新举措出台 王一博的未来 尽管这次的事件可能会对 王一博的演绎事业产生一定影响 但他多年来积累的实力和人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